好了今天我们又去回大家最喜欢看的系列 就是带大家去看屋 我们今天就在伦敦核心的外围 但是就在M25里面 M25即是伦敦一条外环 北京的外环高速公路 就是在里面在西南面 西南 这间屋正常后面这间屋 正常size就四百多万港币 现在四百多k英镑两颗年前买的 但是这里就一千尺变了二千尺 那怎么办呢 还有花多少钱呢 花多少钱我们在最后才讲的 因为等你们看到最后的嘛 那我们今天带了两个surveyor来 教大家看屋 在门口有什么这么多东西看呢 那就留给他们讲了 这个Edmond和Sammy过来 我们有两个专业的测量 这间屋就是Sammy搞的 一千尺二千尺 我们进去再讲 但是在门口看楼 我会发现一间屋 这里四间屋 每一间都不同的 那让Edmond讲解一下 那他就… 不是啊我都是喜欢听你讲解 来来来来快点来 哈哈哈哈 那这间就是业主买了 那就很明显看到屋顶的新的 呃… 右手边这间呢 就不讲不知 其实就是council house来的 那就是council 那屋顶也是新的 那你试一下 左手边这间呢 就买了的 私有化了 那… 但是屋顶和每间屋里面 外围其实都缺乏了管理的 那所以就… 呃… 有时可能在council旁边都不是不好的 因为council会帮… 其实反而council那间呢 是整齐点 还有屋顶呢 是新一点的 你看啊 还有做了repointing的 他那个chimmy stack 即是我们业主这间呢 就全新的 council那间呢 就是council都有keep住它 反而你看这一间呢 就杂草重新了 是这间呢 是山了青苔 然后山了那些树 山了那些树 其实好不好呢 一定会入水啦 这些 不过可能有些人都很喜欢 不过… 即是这间屋的业主弄了 搞到隔离… 山了隔离那间 隔离那间都不知怎算好 你看啊 是啊 所以… 要看看这些鄰居是怎样都很重要 他那个屋顶都… 0192的啦 是啊 是… 漏水会不会漏了隔离那间屋呢 看看哪个位置漏啦 是都不出奇的 他山到这样 所以不要只看自己家屋 尤其是Semi 不要只看自己家屋很漂亮 即是隔离那间都会影响到你 好 我们直接下来呢 做一个… 哇 多大这里 可以踢球这么大 这个 我们左边看右边 这个呢 就是一个厅 很大 你看可以放两张梳板 这边就是… 团厅啦 有一个很漂亮的… 沙灵堂 很漂亮的… 沙灵堂 很漂亮的… 沙灵堂 这边呢就是吃早餐的位置 这个叫做早餐的桌子 我发现吃早餐才坐在这里而已 是啊 说一下台面和你家的什么分别 这个台面呢… 就好了 这个呢就是那个… 石英台 底面呢… 都是这种材料来的 就是一块过的 我家的就是包住的 嗯 那我原本是想做这一款的 但是… 针叉人坐之后 如果是另一款 就不要再说我这件事 说回这里 不是啊 观众有兴趣看我 有兴趣看我 这边很大的… 这个厨房 这个厨房… 这个空间好像太大了 变了这边好像… 很远啊 你觉得煮饭很辛苦啊 要多做些运动 看着做什么啊 哈哈 对吧 不过没办法啦 别人大太大了 哈哈 你看到这么大间的客厅呢 其实呢 有三年广间 这里 你看到这里 有个凹出来的场合 对不对 其实呢 这里是原本间屋 这里呢 也是原本间屋来的 即是原本间屋 就是这里 是的 去到这里而已 对吧 对吧 那以后后面 刚才看到的饭厅 厨房 这些全部都是新家建的 本来这里就是厨房 旧的厨房 那我们刚刚来到的时候 跟业主谈 都是一个很小的空间 业主就说 想要一个 大一点开放 我们都计划 饭厅 客厅 都打通了 那我们最后呢 就计计了一个 快放式的厨房 就把这些厨房 全部打走 还有那里呢 都有部分 我现在看不到的了 因为已经隐藏了 那些厨房 这些厨房 已经包起了 东西的厨房 即是 这里插了整个厨房 那家屋 怎么可以承托着 本身家屋呢 那又是一个很好的 巧妙 就是师傅 先将这些厨房 加一个钢架上去 接着就再修补一下 那最后的结果呢 效果呢 就是做到这样 我想最大的得益呢 就是这个很大的厨房 我想业主就 我们申请了3米6 因为这个council 可以给普通住宅 申请到3米6 加上外面的厨房 就是一个大包围的曲尺形 地下extension 那刚才我和他研究过 有些是3米6 有些是6米6 有些是6米6 其实是怎样的呢 是呀 这个就是关乎政府里面的 Planning Permission 的不同种类 视乎你要想多大 用适当的申请方法 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大小 那这里可不可以做6米 这儿可以做6米的 不过步骤就反复一点 因为你不能粘在旁边的旁 而6米只可以在屋本身后 移出去的 而鄰居又不反对的 情况之下呢 就有机会拿到6米 即是一个side extension 又另一个 是的 如果你一粘在side extension 很多人的观念就是说 我做6米旁边又粘在 一些上去 其实那个已经是犯了規了 所以你一有side extension 在6米旁边 就一定100%摆不到 因为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电话 这样计算 就是你家屋 那你这里可以向后 身6米 是的 那这个side extension 就只是旁边 是的 那这一卡就不可以 导致包住 就是没有了 刚才很大的厨房 很大的厨房 side extension意思就是 只是旁边 那你就只可以做旁边 尾的就只可以做尾 那你会变成一个L型 就没有了这个角落位 那怎样做呢 我们就不要太详细来说 因为是很闷的 那这些technical的东西 你去他们自己的Facebook那里 因为是很闷的 纯粹是文件的操作 对了 对了 我们的Facebook是免费的 还有我们刚才解释 我问过他 Surveyor 他说这些 每个council的 运作都会有少少不同 是的 那他就会帮你们 就是处理 处理 就是跟那些council的人 聊过 怎样搞的 所以就独独都不同 各处council各处 是的 有些地方是council 严谨一点 有些就宽松一点 所以你入职的时候 最好找职业人士 去帮你去负责这个project 好了 我们还没说一下 旁边的side extension 里面有些什么 我来看看 这里呢 这个是extra的写柜 不是 刚才外面是商门的大写柜 这里是第三个写柜来的 这里是洗衣机 干衣机 还有呢 地下有另一个洗手间的 这里全部放在side extension 还有天窗 不要以为我们开灯了 好光啊 这里两间房是没有开灯的 你见呢 这里我都很光是吧 其实是我天窗 接下来 就可以省电了 好了 这里就是前面的reception 那间房 现在变成了小朋友的游戏房 在这里玩游戏机 弹琴 都在这里了 要表演给你看 真的要啊 好了 我们一弦回去再拍一弦 再拍一弦 那你先说一下in tone 发生什么事 本来这里有一个in tone 业主觉得压榨 就拆了 就做公子帖 这样配合 building control的法例 那 因为如果有in tone 就顶住 这里的电视机 又转前了 其实闭了很多 是的 就是这两个电梯 你迫着把柜子放在这里 对 那现在就实用一点 很多人家里都有in tone 有些人说 拆in tone 要不要拆building control 其实是要的 安全上一定要 那拆完后又要有记录 通常会有记录的 如果是入职申请的时候 当然这间屋 等我们上去上面看 其实上面又不能拆 因为某个原因 上面不够支撐 那就留下上面那些字 都好过没有 现在这里起码 那拆煙通要花多少钱呢 我想几千磅至十几千都有 但如果你要比较复杂一点 就会多些承托 或者软通很大的 又要skip 又要人工 我试过有个客人拆软通 由底上去的 要十千磅 是的 Party War Agreement 是的 还有Party War Agreement 这个最重要 Party War 你又要跟邻居同意了 如果他们不同意 就要找Party War 不是开Party的Party 不是开Party的Party 另一个Party 就是对面的 另一个名称 另一个班人 另一个Party 就是另一堆人 Party War 就是两间屋夹住那幅墙 那幅墙 那幅墙叫Party War 因为英国的法例 如果你贴住Party War 或者是在Party War 动工 都要一个大家 即是对面要 agree 因为你弄的东西 因为你弄的东西 弄的东西 就要你帮他弄好 对 或者是弄好 是一个法例 很多人都未必清楚 邻居说不用了 你最好是跟邻居签一张纸 如果他就算说不用 如果邻居不同意 你就要找Party War 因为还没弄 那天去同意 烂了那天就会同意 对 你一张纸或同意书 大家可以有商量 但其实你弄的东西 你也要帮他弄回 国民事上要负责 但是Party War 其实是一个法例 所以更加对你自己 和邻居有保障 另外我三边的墙 你就不用同意了 不用了 除了这个Party War 开Party之外 其实挖地基 如果你太近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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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 以来都要签个Party War的文件 我们叫做Party War Notice 先通知邻居 如果他没有反对 大家可以开工 有反对又是做同一件事 找Party War 去搞文件 然后才可以开工 有反对是如何 有反对就是说 他反对是否我永远都不用做呢 不是的 他反对你也可以去搞 因为法律上可以容许你去做 不过要做多一种手续 就是要找一个 Official的人去做一份东西 是的 签了之后 就是法律上允许 你有批准可以去挖地基 当然挖爛了别人家屋 或者弄了别人家屋的时候 你都要在法律上作出赔偿 或者是帮他弄回的 但是如果你找了那个人 他就没得不同意了 是的 那个人 Party War Surveyor 那个人的身份 就是做一个中间人 做一个好像裁判 等帮你们两家人的文件做好 之后他就签了 就像律师那样 等你有一个Party War Award 去开工 而Party War Award里面 有很多的条款 建屋的家人都要遵守 其实就是对邻居有些保障 即是incase有什么难 有什么咬叫 就是那个裁判 是的 那份东西去决定 谁要负责 当然那份东西都很重要 业主也有权去反对 那份Party War Award的内容 不过就要去法庭去反对 这些就比较复杂一些的 的项目 我想你要找回 起发大家知道这件事先 是的 做烟通啦 做地基啦 还有做Loft Conversion 都是要Party War 这些都没有Party War Award的手足的 是的 那这儿呢 原本也是没有的 原本这儿是side extension 即是门口上楼梯 就是这么多了 原本这儿是车房来的 那现在就做多了一间房 也没有在这儿 业主就书房 加上多一张床 in case有些亲朋戚友来 都可以睡觉 那多一间房 那卖楼那时候多一间房 是不是有设计 这里算一间房 这个面积算的 那原本这个就是车房 那就变了一间 guest room 或者叫study room 那它就按个floor plan 它进了一个bedroom 那就是睡了一个人的bedroom 那在楼架上面 也就是actually多了一个bedroom 就是在楼架上面 也都会反映出 那怎么才算一个bedroom 有没有说多大 in general 即是色情人居住 那个面积 就大概是7.5平方米 那卖楼的人 可以当算多一间房 是啊 那如果有些 我们做surveyor的时候 最好笑的是 他自己声称bedroom 但其实他不够那个尺寸 那surveyor 有时都不会当它是一个bedroom 会跟买家说 其实两个房来的 并不是三房 好了 那这就是一楼 全部都是房门 睡房区 那我进来看看 因为Sammy说这间房 有些特别的东西 要讲解一下 讲解一下给大家听 是 给你了 OK 其实这间房的原有高度 就比这里高一点 现在大约2.2 那为什么这么矮呢 就因为 本身那个楼底 这间房间的高度 就比较矮了 但是业主又想做多一间房间 做多一间房间 做多一间房间 是不是这里 这里已经斜了 是啊 看到的 其实这个位置是地下 一楼的地方 吃了上去上面 唯一的做法 就是将这个楼底 降低一点 就增加上面的空间 那我们等一下会上去上面 看看 究竟做完 这个楼底的效果 就是这间房 是本身再高一点 这里再斜进来 对了 这个房间高度 原有 应该是两米四五 即是原本 这里已经是个顶 对了 所以才斜进去 其实这里是 外面的屋顶 屋顶的结构 一部分 就是屋顶的结构 就是木坊 吃了来这里 你们会发现 其实普通的屋顶 就不会有这个斜顶 出现 就会好像 这个墙 四边都起角 四边都起角 对了 刚刚说到这里 刚才的烟通 是吧 刚才在下面说 上面留了一条烟通 原因是 因为上面的烟通 剩下的砖 就不是很多 如果我们再拆它 可能烟通 本身会倒塌 为了安全 在下面 我们只要逼住 留发这条烟通 就是外面的烟通 就是外面 如果你拆了这个 上面就没有东西 下面就不够力 承托了 就会像摇摇板 那样摇摇抖 分分钟就会倒进人家 或者倒进自己家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最后都是决定了 犧牲这间房间的部分 就是外面的空间 但是这个烟通下面 就没有东西放进去 看不到的 其实有一条公尺铁 在这里放进去 就会放进去 下面没有墙 我们在设计上面 就要符合 建筑控制的要求 这一部分 其实就未需要 party walk 至少你这条烟通不用拆 而下面那一部分 就要的 Anyway都签了 是啊 其实这里的房间 全部都拆通了 间隔了 因为要走回 私领的高度 其实留下来的墙也没什么用 那我业主就很大起身 将整层的墙 间隔都全部打清 就是只剩下一个壳是旧 原生的 对了 全部都是旧的 可能看回一些图片 是啊 其实我看回一些照片 也挺大起身的 原本的装修 说真的都不差 不差 都能住人的 真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着整间屋差 就买一些烂屋去弄 可以再烂一些 可以再烂一些 烂屋住不了人 那些 因为如果你旧楼 人家住了人 卖给你 就应该买的 包含了现有的装修 如果烂楼 就是 没理由跟普通楼一样 但价钱卖 对局主要便宜 那你就省了些钱 是啊 那你又不用那么肉痛 看到好的东西 又要拆破 对吧 嗯 哇 你看到这里其实很光亮 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刚刚刚说的 楼下和楼上都有一只天窗 那 变了楼梯位就没那么暗 又有一些生气 那 那 现在又可以一路带到上去 有时候你 你早上或者晚上 落楼梯 还有一点阳光的时候 都很劲 那 现在又上回来刚才的楼梯了 那 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看到楼梯的楼底比较矮 两米一左右 是啊 是啊 本身就是这么矮的 人都站不到 那 为了可以做到一个生活空间 就将这个地下的楼底呢 就降低了 现在变了 上面都 即是原本是做不到Loft的了 是的 就整层移低它 那就可以变了两层 可以变了两层 两层拉均 那起码叫做 有多个空间楼 那 做了一个Loft出来 那就 钱都洗得值些 好了 我们先介绍这个窗 你捐进来看看 好 低一点低一点 好 好 这个窗呢 揭开它呢 就是疏气的 就是防潮啊 即是不会濕起 坠住了 你一开了呢 哇 就这样打开了 这样打开了 都不会漏水的喔 水都会漏出去的 挺好 我家都是这只窗 不过这个大一点 我家就有两个 它都是一个 那我们看完家屋里面 就看家屋外面的后面了 后面是否很不同呢 它有多了Loft 下面有多了Extension 那跟旁边那几间很不同 旁边那几间全部都是斜顶的 屋顶都是 多了Loft 还有下面呢 我发现跟我家屋 我家是斜顶的 是的 即是地下屋 这是平顶的 那有什么不同呢 我都刚刚请教了Sam 不如你讲给观众听 好的 其实跟屋的位置有关 如果是斜顶的时候 可能会高一点 会上去窗台房 就未必够斜度去做 斜顶屋的做法 而业主也同意了 我们不如做个平顶 简单些 去水就容易些 只是去前后的 但是要注意平顶的 Flat Roof的设计呢 有两种的 很多时候 Builder就说 我们做了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的 就有 这件事就是 他刚才提醒了我 Builder做完之后 就走人收钱 是的 如果他乱点你 大家要听清楚了 就是八年十年后 就开始整个屋烂了 是的 所以大家要留心 听清楚他说什么 是的 我们首先讲一下 Flat Roof的结构先 Flat Roof的好处呢 就是木方就装了一些 保温棉 或者保温的 insulation 的板 发布交板 整个屋的厚度 整个屋顶的厚度 就会薄些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通风 如果没有通风 前后通风 不是只能入 没得出 怎样是前后通风 就是Gutter的位置 有风入 而去到屋本身的后墙 就会出回来 如果你只得过入 那些风 就好像上一集我们说的 地下没有通风的原理 就会被烤死了 烤死了 过了十年八年后 那些木方有机会 煤 好像饼干碎 而另外一个方法去做呢 就是做 叫cold roof 是 因为它的 保温板上面的 空间是冷的 是冷的 是的 那现在另外一样呢 就是说 暖 roof 暖 roof 刚刚调转 就是木方上面 摆一些保温板 而 保温板下面呢 的地方 全部都是暖的 因为下面的厅啊 或者生活空间的暖气 就在下面 在下面上回来 而 但不好处呢 就是会增加了你整个 flat roof 的厚度 可能有 有八寸 增加到十几寸 所以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高度的时候呢 就 很多时候都会 builder 会建议你 或者architect 会建议你去做一个 cold roof 但是 最紧要注意 是通风的问题 是 那大家要留意呢 就是说 千万不要被builder 搞乱了你 他弄个cold roof 就当作是worn roof 是的 在底大又没有弄通风 是的 大家要弄 就要旺清清楚 他又没有弄通风了 是的 就是cold roof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他不弄通风就有问题了 是的 或者弄了一半 又不弄了一半 就有问题了 那其实怎么看呢 其实你会看到下面呢 那个cutter下面那些白色胶呢 有些梳孔呢 那些是入风的 而屋顶的flat roof上面呢 都有一个出风口的 如果全部封死了呢 就很大机会 就是有一个烟通的问题 可以做烟通 也可以做一个 一个隔位呢 就让那些风有机会在背脊 如果看到后面黑色那条 那个位置呢 那个就是通常做出风口的位置 那我们刚才继续讲的worn roof cold roof Edmond就有亲身经验 就是踩烂了人家的屋顶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cold roof和worn roof 我自己觉得最大分别 当然是Semi哥说的那些technical 但是其实因为worn roof 它面头的installation在面 它不是很受到力的 即是有些法宝膠板是远的 是的 它就在面头 有机会日积月累 十年八年 我给一些照片看看 那个是青台 然后一下踩下去 做东西就在楼下落了 所以大家知道是worn roof 你就不要踩上去 不要被人踩上去 是的 所以刚才业主说 我会上去清洁的 那我马上跟Semi哥说 cold roof 因为worn roof 不是很受得力的 一踩下去就到了 那大家要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 是 不过为了安全的 最后都不要踩上去 就算由cold roof 吃得力的时候 亦都有机会变成饼干碎的时候 一踩下去就会穿的 它不通风的话 有red dog 有成这样 那怎样 一整个人跌下去了 应该不会那么快的 插了卵一脚下去 哈哈哈 弄的又没有所谓 就是钱人问题 但是弄伤自己又不好了 弄伤自己 弄伤人家要赔钱 可能 是啊 弄伤自己也不好了 卵不回来 是吧 喂 你两个妈妈在那里做什么呢 没有啊 研究竟坑渠啊 因为做ware extension 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其实就很大程度 有时候extension 起了出来 会择住了坑渠的 是 所以就要搬坑渠 那Sammy哥这个怎么做呢 上当年 上当年呢 其实那条渠呢 公家渠就是一个extension 的底 sai extension sai 和rear rear 通常都是一路 一间屋打环过的 所以你可以叫它rear 也可以 sai 也可以 都是在后面出现的 而这个情况 就是因为它有个hungry 还有一个沙井 那就要和Tempswater 申请去搬走沙井 而又可以 起 那个extension 在一个 渠上面呢 那叫做buildover agreement 或者consent 那就要和水果局申请 那搬完之后 就没有了沙井 那怎么办呢 那就要在这里 开一个渠口 inspection chamber 就要来通渠 那整个手续就是 卫元图 申请 批完之后呢 就可以交给building control了 那是否新渠进去 这里本身是有 还是没有 这里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洞来的 这是IC来的 是的 目的呢 就是将一条 新渠接到旧渠那里 因为你本身那里 不能通了嘛 那就在邻居那里通了 或者在那边通 如果是中间室的时候 就要靠这个渠去通 即是连渠都建了 这家屋 旧渠还在的 不过呢 旧的man hole 沙井 就是移走了 这一段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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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Edmond底下应该有个 有条渠的 有条地下的 出道去前门 出道去后面 出道去后面 去到 我想里面呢 里面那个厨房位 通常都是 一米两米后面 就有条渠 这样 横跨一间屋 去到邻居那里 嗯 就要来厨房 因为厨房 厨房本身都在后面 或者在旁边的时候 就拨在后面 嗯 最后呢 就出去到大街 一般Temps Water呢 那些应用这些应用 它会多久复你呢 没有 有时快则三几个礼拜 慢则就过多月了 嗯 通常都是一个月内 就会有回复 行不行 嗯 我当时都可以的 最悲有些比较复杂的情况 嗯 现在它减了价 由299磅 减到70磅 哇 搞这么多 是啊 所以很划算 哈哈哈 弄多几个 是 那你没有申请 就拿不到 Building Control的 那个Compaction Certificate 就是个员工纸 的 因为Building Control 很体重 是 如果你没有拿到 挺大件的 是啊 真的挺大件的 我试过做一个 就是五年后才帮客 搞 都可以 对了 对了 这样去做 但就比较麻烦 因为很多时候 你不知道 地下的Builder 搞到什么 你又要做CCTV 要检查 这样 为什么有一个洞 就是 其实你看到 它的花园 是高了一级的 其实泥 它会積了水 就是下雨的雨水 或者泥土里的水分 它就会打斜 去了前门 很多人都说 哇 封了洞便可以 错 如果你封了洞 等到水 不能排出来 其实 它里面的重量 那些泥土的重量 就会非常之重 它就会令到 这个Retaining Wall 即这个所谓 擋土墙 就会向前傾 甚至会有裂纹 甚至会塌 甚至会塌 都不奇怪 所以这个洞 就很重要 好了 那这家屋就看完了 对吧 其实整家屋 做了多少钱呢 整家屋 就只能晒到壳 是的 加了Side Extension V Extension 加了Log 全屋装修 水电线都弄过 热水螺都弄过 地板都弄过 花圆 全都弄过 花圆Dryfer 就是多少钱呢 据业主说 大约240多万 240多千 200多万港币 对 200多万港币 你会不会觉得很厉害 哈哈哈哈 看看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时间做了 是啊 是吧 都不同的 都不同的 大约不同 对 整了多久呢 整了我想 应该大约6至7个月左右 期间业主又要搬出去 做Log 即是由一开始整到 搞好文件 就整了多久呢 搞文件就搞了三个月 应该三个月左右 跟着开工呢 就做了大约7个月 都快手了 十个月 但是可以一路住一路整的 部份的可以一路做一路整 因为外面的extension 是外围的 那一楼就没有厨房 是吗 是啊 是呀 臨时搭店做个厨房 或者是出去 都挺好的 是啊 至少不用整个人 不是 如果人在这里住 他七个月搞定 是很快手 是很快手 而且肯定 因为很多builder都不好 是 是 这个builder就比较 只是做Log 那两个月就搬走 是的 搬了业主出去 搬到酒店 那你一路住一路 都做了多少个 都很多人不肯 是的 很多builder 算是挺合作的 嗯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做 哪个月开始做的呢 应该就是 暑假前 六月左右 刚刚 我记得过了新年 第二年的新年 一月左右做完 但是前前后 开工到收工就 冬天的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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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冬天 圣诞节那段 就比较贫能 因为他们要搬出去 又要搬进来 那我标打冬天 圣诞节肯开工 是 是啊 都很好 很帮手 因为他知道 业主要趕着进来住 就急忙 帮他做好屋顶 先 然后再 让他搬进去住 下面的地方 再慢慢收拾 嗯 我们接着就 二月三月就开工 连个花园都做了 你看他坐得这么个人 原本这里是一个斜的花园 是啊 斜地 可以填平了 做回两级 这里有个平地可以 烧食 对了 嗯 夏天也挺好荣光 那不如说一下 现在 古籍 估值 你做完这么多 事 刚刚就算过数 平均 如果以前 那他就有900多尺 那 四百四十几万 那是一家 那是一家 那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都是材料 那这些材料 再算过去 加上全部的窗 那就是窗门 都是新的 新的 Visa Certification 的窗 那这些也是 那多了一倍面积 那现在账面 我刚刚算到 大概是七八二十至七八四十左右 嗯 那就是说 增值了 那可不可以拿回去再做Mortgage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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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就使用这些钱是不会消失了的 亦都很多本地人会用这个玩法 一开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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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等完下去 其实他又借出来给你 不过现在价值那么贵 就不可以这样玩 一价值那么贵 就玩不了 但以前这个方法都很common 是啊 至少不用偷突出来 就是你等它下去 你卖楼那天 你可以借回来 又可以买出去 都在的 即是没有消失了 以前的人 是用Reverbless Loan 可能三厘四厘 借回来整 然后借回来 再借回来 对 其实不用用自己的钱 现在没有了 现在价值太贵了 现在七厘价值了 做不过 如果Refesh 我刚刚问过一个project 都要十厘 十厘 要啊 借钱给你做 十厘 你知道我没有钱 哪有钱做的 想着就借 谁知道 十厘就借不过 是啊 是啊 最终有一半都没有钱还 是 还都还到虎川洞 是啊 ok啦 那么 你自己这几年住了 就 就是 赚了住先 赚了住 你卖那天就卖出去 收回钱 它绝对卖到的 绝对卖到 720以上的 这个区肯定 是 还有一个 还有自住是不需要交税的 英国 是 卖楼赚到钱的话 不用交 capital gain tax 是啊 你家屋是自己住呢 它升多少 你都不需要 就是不用给钱政府的 是啊 因为你根本没有赚过 不是做商业运动 是啊 是啊 好啦 就这么多啦 今集记住分享给朋友看啦 如果觉得这个资讯很好 的话 有什么要找他们找这两位survey 就好了 like啦 share comment 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这么多啦